四字499的解釋 任何試圖在立委延長任期 或者是阻礙人民透過罷免 結束其任期之行為 同樣都是自肥延任的自立行為 這都是違憲 笑死傅崑奇你是法盲嗎 你是文盲嗎 這樣子的案子你也提得出來 大家有注意到嗎 這一次出來衝在最前面的 黃國昌吳宗憲 通通都是不能罷免 傅崑奇他也覺得他自己很穩 他要喊話給所有國民黨52席那邊聽 他說你看大哥有在保護你們 為什麼 因為國民黨最近一定軍心浮動 我為了黃國昌在那邊衝這些的時候 結果被罷免是他自己 他們會開始懷疑 為誰而戰 為何而戰 軍心會浮動 他那一張提案單 禁負二毒 提高罷免門檻的就是在安慰 你不用怕 不過傅崑奇那一張唯一一個敗筆是什麼 他沒找到黃國昌來簽名 對啊 如果找到黃國昌來簽名 那就是超級定心丸 對 對不對 你看連國昌老師都上車了 有我耳朵啦 對 但是黃國昌現在一定不敢簽 因為這完全打臉他過去自己的主張 對 我們就拭目以待 未來這個案子在內政委員會討論的話 民眾黨的立委 他在內政委員會會怎麼講 可以罷免傅崑奇跟吳宗憲 國民黨來人喔 是節目效果還是不小心說出真心話 國民黨立委葉元之突然脫口 點名罷免自家總召 讓現場來賓全笑翻 如果大家罷免雲 是因為是國會改革無法 或是認為程序不正當 要罷的話 罷免雲 而且你要講什麼中線喔 中線沒辦法罷免他不分區 你不要亂講 他開玩笑 他不要到時候又隨便亂講 急忙解釋 但似乎為時已晚 這段話傳到傅崑奇耳裡 他說所有事衝著他來 既然要承擔大任 我想所有的這些事情 我都會來承擔 我 說罷免雲 中線跟傅崑奇 事隔一天似乎就怕多說多錯 聽到問題葉元之急忙 快閃進議場 但網路流傳的罷免名單 榜上有名的不只葉元之 還有圖全集 羅庭偉等多名欄偉 都有接到這些電話啦 針對我們自己立法委員的職權 還是把目前的工作做好 公民問題 可怕 謝謝 謝謝 除了立委 因為國會擴權法 被罷免案纏身 基隆市長謝國良 恐怕首當其衝 隨著連署數越來越多 更收到不少捐款 一切都以專注我們的市政 讓大家可以更滿意 做好我們的事 其他我真的不敢說太多 一早總質詢 國民黨團還被發現 要禁負二讀選舉罷免法 意圖提高罷免門檻 被抓包後才偷偷撤案 舊爬罷免案如滾雪球般 越滾越大 三立新聞 李問玉林俊華 亮明君 綜合報導 國民黨呢 今天是在立法院的院會 哇 偷偷的提了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寫什麼呢 他主要啊 就是在國民黨的許宇貞 他之前呢 是提案要修選罷法 但是這個法案呢 明明就還在委員會裡頭喔 結果呢 今天是你看 傅昆琦親自簽名了 要直接把他抽出委員會 在立法院的院會 要朝野協商 要禁負二讀 那這裡頭呢 主要是要提什麼呢 他裡面提的就是呢 要提高罷免的門檻 也就是說啊 接下來啊 如果修法過了之後呢 這個同意票呢 除了大過於不同意票之外 還要超過 這被罷免人 當時的當選票數 再來第二個呢 他是說呢 接下來呢 一年內不能提議 還有連署罷免案 哇 這個消息 被民進黨立委林楚英 首先曝光了之後 哇 國民黨竟然 好像是心虛了嗎 竟然偷偷的撤回提案 而且啊 今天在立法院 還有一個場景被捕捉囉 這個是國民黨的羅廷偉 他現在也是仇恨值很高啊 因為現在已經有民間團體發起 要罷免他了 他跑去跟黃國昌 欸 在講什麼悄悄話呢 黃國昌的角色很特別喔 因為他過去呢 免得立委的經歷囉 哇 現在因為這個提案要過 還是必須要藍白加起來的票數才會大過於民進黨 怎麼看啊 益川哥 他們現在就偷偷的要來這一招嗎 這個案他們當時提的是公開透明提的喔 他們直接就有提這個提案喔 那進來就到了委員會嘛 對 委員會還沒討論喔 委員會還沒討論 現在一樣 委員會也沒討論 不用討論 不用討論 直接給你來惡讀啦 這個案子不是今天才提的 要把它拉進惡讀 不是今天才提的 就在前兩個禮拜 在討論所謂國會擴權 國會改革 國會濫權法案的時候 就想要偷偷塞進去 只要傳出這個風聲 就把它破掉 我說你提看看 你提看看 後來他們每次想要出來的時候 又沒有 然後他們就一直說沒有啊 那個疫情上面沒有啊 我們今天的討論 世界上沒有這一案啊 民進黨不要亂講啊 就一直沒有提出來喔 今天早上 九點之後有的時候就看到了 看到這個案 哇塞 看到這個案 大家說 真的國民黨有夠感 有夠感 之前那一件 摸過去而已 今天又要摸這條 這個案子不給委員會討論 直接要拉來惡讀 各位可以想像 如果這案子在前兩個禮拜 在那一片吵鬧中 這個案子過了 那發生什麼事 我跟各位講這個案子 裡面的兩個重點 第一個 立委如果還沒當一年 不可以討論罷免 哇 我們現在討論都不行 對 不可以討論喔 你不可以說 我們來研究一下 可不可以來罷免羅庭偉 有追 哇塞 不可以討論 然後不可以宣傳 這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說 你如果要罷免羅庭偉 你的票要比羅庭偉當時當選的票還要多 這很難 難度很高 罷免的投票率已經很低了 他又訂了一個要比他當時的票還要多 這個更難 但是這個案子今天早上就發現之後媒體都爆了 大家都注意看這個今天的過程 忽然間國民黨就撤案 這個案子 當然在保護謝國良 在保護接下來的像葉原資 什麼徐僑馨 羅庭偉 這些被點名的人 但是各位想一想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法案 這個法案的通過跟立委自己提案說 以後立委一次當五年 立委當六年 立委當七年 立委如果每次都有來開會就不可以罷免 是不是一樣的道理 一年內都不可以討論 然後要罷免他的門檻拉得很高 這就是自肥 標準的自肥 而且沒有利益迴避 立委可以提這個案子嗎 立委可以提說 我當選你們不可以罷免我 罷免我的門檻拉得很高 這不是自肥嗎 這有利益迴避嗎 立委自己提對自己有幫助的法案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自己提一個對自己立委有好處的法案 沒有立委幣 根本就是自肥 這種案子合格才會知道 合格才會知道 沒有給政府遇到 如果政府遇到 我告訴你 台灣人絕對要繼續避 因為其實他們在這個提案的內容當中 其實他們提了一個理由 他們是說 你應該要給新當選的立委 一年的時間 好好的讓他充分的表現 怎麼可以在 還沒有給他們表現機會之前 就直接把他罷免掉 人絕對他這樣子提案的內容理由有道理嗎 我先講 就是說 我們選罷法當然有很多可以討論 但問題在你推出的時間點的這件事情 是讓人家覺得非常匪夷所思 對 比如說我們看到過去有太多的這種立法 就是為了特定的事件 趕快去立法 那你為了特定的人趕快去立法那就更糟 現在更麻煩的是因為人家要罷免 你就說我們就來討論一下 而且你知道嗎 其實過去我們在看很多的議案 他第一個可以討論 討論是一個階段 對 提案是一個階段 進入到委員會是另外一個階段 對 你要給大家討論 你委員會完了之後 怎麼樣讓他變成三讀 那是另外一個階段 你剛剛提到說要提案進負二讀 然後送交這個草野協商 沒有啦 沒有草野協商那一套 沒有啊 他打得如意算盤就是草野協商不會過 就是玩家嘛 玩家的表管 就是 過局我直接表決 冷凍嘛 冷凍一個月嘛 然後就可以直接幹了 對 所以我就講就是說這種的立法的狀態 在過去 為什麼在前幾天裡面的那個國會改革 他們稱之間叫做國會改革 我就講那些掛羊頭賣狗肉嘛 你改革什麼 我們認為是改革不適任的委員的 問證的方法 或者是不是委員 其實不應該進入到特定的委員 不是 他是改革掉對他不利的東西 對他覺得有主要要把你改掉 那個時候其實就是因為 你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就是要硬推然後硬怎麼樣 你現在又再來一次 那你說今天偷偷摸摸 有沒有人講偷偷摸摸 反正他後來就側案了 對 是偷偷摸摸 是被發現了 被發現了 偷偷摸摸 海玲會說既然被發現 就沒有偷偷摸摸的問題 我還怕他到時候越改越誇張 所以我就講就是說 這個能不能討論 如果在平常沒事的時候 大家沒有要 你說我今天要好好的理性來討論 因為老實講 罷免跟這個所謂的這個選舉 他本來要有不同的門檻 我認為我可以接受 因為選舉就簡單 你贏一票就贏 那你罷免裡面 我們現在這個門檻 因為在過去曾經經歷過這種 就是說藍營覺得不鬆向 我就給你罷免 甚至連理由都沒有 就只是說 我就覺得你什麼什麼 就給你提罷免 過去也都有這種例子 但問題是現在 當大家發現高度到說 我第一個 如果你今天 因為你今天國會的這種 所謂的這個投票的方式 或者你要硬推法案 我對你這個政黨是不滿 以前的罷免是這樣 針對單一地區 單一個人 你總要提出一個理由 今天不管哪一方 你今天都要做這件事情 結果你現在說 如果是這樣 今天大家對我們這個黨的仇恨值很高 大家都要罷免我們很多人 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就把門檻定言一點 這種能有多大的說服力 我剛剛強調 你推出的時間點 這個是很有被討論的空間 你今天要這樣子做 好 我老實講 你要你就硬幹 你就再硬衝一次 為什麼要有那個三十幾個 什麼委員大家提案 而且你看他那個提案 是傅崑奇 看起來是用黨團的方式在提 他還不是用這個所謂委員提案的方式 那是用黨團在提 請問我們要把提案這種事情 視之為兒戲嗎 我們已經耗掉了多少的時間 在號稱所謂的改革 那個國會改革武法裡面 現在還要再來一次 那如果你今天本來就讓這個案子知道 不會因為你用黨團提跟委員提 又有不一樣 對 黨團的立場 那個程序是不一樣的 代表性也不同 那你國民黨團在開玩笑嗎 很好笑嗎 你今天把這個東西拿進來 引發社會的觀眾說不好 那你要講一下你為什麼要撤 嗯 你撤案的理由要拿出來講一下 對啊 你是不是心虛了才撤 還是你會發現到 哇糟糕 真的被發現到了 原來黨團 大家還是會關注立法院提案的 真的被發現到 還要念啊 還沒有念之前就被發現了 還沒有念之前就被發現了 對 要繼續念之前 還是你覺得 這是像國民黨的 許曉星委員說的 垃圾法案 所以不要退 連國會改革你們搞成這個樣子 都有自己委員講 那個念的都是垃圾法案或幹嘛的 所以我就講就是立法委員 真的我還是希望不要兒戲 你今天真的不管你是助理寫還是什麼寫 你總有一個論述的依據嘛 不要這樣拿全國人民來開玩笑 更不要拿特定的人 或者特定的事件 甚至是讓大家質疑說你是為了解套 或者避免這種尷尬的情況 欸 我講說 我想要罷免誰 你說門檻修訂是一件事 對 剛剛益川說 抱歉 時間不夠 你不可以討論 不可以討論 連討論都不行 不可以討論 天啊 多恐怖你知道嗎 現在連言論都不可以說 這反覆的力量會更大 在台灣總統就可以批評 為什麼罷免立委這件事情不能討論 對啊 這什麼邏輯我不懂啊 所以我就說 你要提所有的法案 立法委員應該要善盡一件事情 這是在過去這一個月的混亂當中 國民黨沒有注意到的 叫做論述 你要跟社會能夠溝通 對 而不是你今天定一個就是說 如果這樣子抱抱歉 你連討論都不能討論 現在是怎樣 思想犯條 多恐怖呢 因為像民進黨的立委林楚瑜 然後他就把這個提案給PO出來說 被抓到之後你們才偷偷撤案 你是不是要搶救那些 可能會被罷免 而且他們當初可能是五五波的人呢 我們來看喔 這個人難道是怕了嗎 這個是我們的好朋友啦 就常見到業員之外 昨天在上網路節目的時候是說 他自己可能會被罷免的話 他說大家其實可以去找一下傅昆琦啦 可以去找一下吳宗憲啦 因為如果你不滿國會改革的話 應該要找的是傅昆琦啊 那如果你覺得程序有問題的話 應該是去找吳宗憲啊 我想請教一下玉慧姐 原資真的怕了嗎 他當然怕了 我先補充一下這個 剛才講到了這個 他們今天早上所提的這個案子 其實他們提到 然後他們撤案了沒多久 東吳大學法律系的教授 張家穎教授 他馬上在他的臉書上面 他就舉世字 大法官世字第499條 我相信阿苗在這邊 阿苗一定很清楚 這個就是過去的國大自肥案 他們想要提高自己的這個薪水 他就用這個當中 他說世字499的解釋 任何試圖在立委援任期 延長任期 或者是阻礙人民透過罷免 結束其任期之行為 同樣都是自肥延任的自立行為 這都是違憲 違憲喔 所以我現在要告訴你傅崑奇 因為我現在看到這個名字上面 是傅崑奇嘛 對 笑死傅崑奇 你是法盲嗎 你是文盲嗎 這樣子的案子你也提的出來 所以在這個案子當中 因為跟著他一起提的 事實上有很多人都是涉及事物 包括在這個 等一下我們會提到 有很多的立法委員 事實上他們都是可能被列為 最有可能被罷免的人之一 那他們在這個案子當中的提案 是不是都是涉及他們的涉及事物 這些都是會讓人家覺得 非常非常可恥 也難怪黃捷會說可恥 我要給各位看 為什麼現在有一句話 就是柿子挑軟的吃 罷免先罷葉原汁 那為什麼葉原汁呢 因為他的AKA 他叫做軟柿子 因為在他選上立委的時候 他自己也說嘛 因為他不知道為什麼自己選上立委的 那因為我們從他選上立委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這是他選上立委的時候 他得票是46點多 46點多趴 然後當時他的對手 羅志正是大概44點多趴 可是他們同選區的 有一個叫小歐盟 那小歐盟的這一位的候選人 他拿了將近9點多趴 所以如果這一次小歐盟的 原先的那9點多趴的這個選票 只要願意贊成罷免葉原汁的話 那葉原汁就GG了 那就過了 對 那小歐盟會不會贊成罷免葉原汁呢 我們現場有很多人都去青鳥行動的現場 小歐盟就站在台上 他們也在現場 而且還上台講話 他們就在現場 他們就站在台上 有非常多小歐盟的爸爸媽媽 還有帶著他們的小朋友 參加青鳥行動 所以小歐盟會不會贊成罷免葉原汁 是非常可能的 葉原汁我們從實際的票數上面來看 葉原汁他領先他的第二名的對手 只領先了2293票 很少 一來一回 只要有當時投給他 只要跑掉了1100票 葉原汁就GG了 所以你不覺得葉原汁他會很緊張嗎 當然他會很緊張啊 那我再給各位看到一個 我們剛剛提到了罷免 因為昨天我知道 在我們台的另外一個節目 叫做新台派上線 正好也有秀出這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 從昨天晚上到今天中午 其實有很大的變化 因為昨天晚上你還沒看到說 譬如說有準備罷免葉原汁的 那這個裡面已經有準備罷免葉原汁 已經有了 還有雲林的 那甚至於大安區的羅志強的 然後這個港湖區的 這個李彥秀的非常多 你看到這些每一個群組 都是一個一個 他們準備罷免的這些立法委員 所以這些的立法委員 你被罷免你加入了這個群組 我加入了幾個群組 我跟各位講 就以葉原汁來講 今天早上我第一次看到這個群組的時候 裡面只有11個成員 我剛剛在看到這個群組的時候 有將近400個成員 所以這個群組的成長是很快速的 所以這也是另外一個印證 因為你加入了以後 你還要等待人家幫你這個審核 因為他會叫你填一些的問題 確定你不是來臥底的 你是認真的 他才會通過 所以你看到從今天早上一直到今天的中午 就成長的速度是非常快速 所以葉原汁當然會很緊張 那在這個群組當中 他們有一個新手專區 除了你告訴他說 你想要罷免你的選區 你的選區在哪裡 你的選區你想罷免哪一位委員 他們共同在宣傳一件事情 因為要罷免這些立法委員 最快要明年的2月3號才能夠進行一波 那你真正能夠去罷免的投票 要等到明年的7月19號 時間很長 當然至少一年多 那他們現在宣傳什麼 現在大家一鼓作氣啊 先罷免基隆的謝國良 這個我們等一下稍後會聊到 因為我們看到 我們講話有一說一 其實韓國瑜他那個選區 本來是綠營優勢嘛 對 只是因為綠營在高雄執政久了 那當時很多人可能覺得說 想換個口味 所以換上韓國瑜 結果呢換了新菜一吃發現 哎呀過期了 馬上就換掉了對不對 可是徐曉欣的選區特性不太一樣 那我想他的選區特性 也是讓他為什麼 可以這樣子自信滿滿的原因 我相信如果徐曉欣換到一個 五五波的選區 他現在一定是很安靜 可能跟原子一樣 那有一個案例可以比對 就是318太陽花的時候 也有一個人叫做蔡振元 對 其實現在徐曉欣就是扮演 當時蔡振元的角色 就是嘴巴很會講 然後一天到晚火花四射 四處樹敵 然後呢做森蘭中的森蘭 然後呢做這個 國民黨最好的守衛者 那那個蔡振元呢 他在太陽花的時候 真的也是一樣仇恨值累積很高 他上次 他甚至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他在中校西路上 遇到了抗議的群眾 他把人家放在他的那個車子的引擎蓋上 他的坐車還一直往前開 非常危險的一個畫面 在當時不知惹怒了多少人啊 後來有民間團體也去對蔡振元發動罷免 因為他是區域的 那罷免的結果是什麼 罷免的結果是 贊成罷免票七萬六千七百三十七票 反對只有兩千一百九十六票 非常懸殊 可是最後罷免沒有過 因為當時的罷免門檻超高 你要投到十五萬票才能罷免他 所以當時蔡振元是勞心在在 直接忍處理 這也導致後來選罷法罷免門檻的調降 就是為了要防止出現蔡振元這種人 所以現在大家在思考徐曉鑫這個案例的時候 其實你用蔡振元的立場去想他就知道 徐曉鑫也是老人知道 反正現在罷免的門檻 至少出來投同意的要二十五趴嘛 所以他在他的選區 是有可能安然的做完四年 就算你罷免他之後 罷免不成還加強他正當性 他覺得給他聲量很好啊 可是不要忘了 除了徐曉鑫之外 還有一些在五五波選區的人 像剛才大家前面熱烈討論的原資 對啊 徐曉鑫不顧其他人 徐曉鑫不顧元資 對不對 因為徐曉鑫說 你來罷免我一個 我罷免你五個 他說那你罷免五個 罷免即時個 好 沒關係 罷免之火燃燒起來的時候 葉元資這樣的就比較辛苦 所以誰出來 誰出來保護葉元資 傅昆琪啊 剛才前面大家在講說 這個傅昆琪是不是為了保護他自己 要提高罷免有沒有考慮 不是啦 傅昆琪的選區 比徐曉鑫的選區更懶 更穩是不是 而且傅昆琪他遇到罷免的時候 他就出來裝可憐說 哎呀我推動交通法案啊 三項交通工程都是為花蓮啊 花蓮人越矮 花蓮人越支持他 所以傅昆琪在花蓮 其實他基本上把自己當成 不分區立委 沒辦法被罷免的那一種 大家有注意到嗎 這一次出來衝在最前面的 黃國昌吳宗憲 通通都是不能罷免的 對 不分區 根本就沒在怕對不對 傅昆琪他也覺得 他自己很穩啦 所以他為什麼要把這個法案 趕快抽出來 這禁負二讀禁負二讀 因為他要喊話給所有國民黨 五十二席那邊聽 他說你看大哥有在保護你們喔 大哥在保護你們喔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國民黨最近一定軍心浮動啊 像原資 有一些差距比較近的 他們現在想說奇怪 我為了黃國昌 我在那裡抓手 我為了黃國昌在那邊衝這些的時候 結果被罷免是他自己 他們會開始懷疑 為誰而戰 為何而戰嘛 軍心會浮動嘛 所以傅昆琪他要解決軍心浮動 他只能說大哥會保護你們 你們不要怕 他那張提案單禁負二讀 提高罷免門檻的就是安慰 你不用怕喔 我會護航這個法案 我會把它推過去 我一定會保護你們 他是要喊話這個 因為他後面還有很多要強推 那萬一葉原資 如果帶頭反叛怎麼辦 葉原資影響力也是很大 對不對 那些差距很近的 屠權級 國民黨裡面一些 台中的桃園的 這一次因為大順風 所以才贏一點點的 萬一造反怎麼辦 不過傅昆琪那張 唯一一個敗筆是什麼 唯一一個敗筆 他們也找到黃國昌來簽名 對啊 如果找到黃國昌來簽名 那就是超級定心丸 對 對不對 你看連國昌老師都上車了 那有我的過了 對 但是黃國昌 現在一定不敢簽 因為這完全打臉 他過去自己的主張 對 我們就拭目以待 未來這個案子在內政委員會討論的話 民眾黨的立委 他在內政委員會會怎麼講 大家不要忘了 黃國昌對罷免的主張 不是現在這個25%門檻 他是主張罷免票 只要比反罷免多一票 就罷免成功 更低是不是 簡單多數 不是 假設說贊成罷免500票 反對罷免499票 罷免成功 他是 他以前是主張這樣 不管投票率 如果通過的話 當時他就被罷免 所以是柯建民當時擋了 柯建民救了他 那個時候他跳出來說 你看民進黨是民主退部 你都不把罷免全還給人民 如果他這次 他的民眾黨立委 跟國民黨站在一起 要提高罷免門檻的話 不好意思 為君子這個標籤 可能會多貼一張 哦